回来的话一选大的话是弄大包包 小的话是弄小包包 那工厂丢垃圾也要付钱 那回去我要叫一两个人过来加工 要卖出去 两边都有闲赚 才有这样便宜 讲实话一百块台币 那个小钱包当然也要有拉链啊 不可能一百块台币买到八个十个的一条拉链那种 对啊所以呢这种的话是很便宜啊 你这边有拜那个越南那个女孩子的衣服吗 传统服装的话是很少不多 这种主要是要定做 昨天我们走那个文庙嘛 看到越南女士的传统服装这种 叫凹带 这种要定做才可以 你去外面买的话 有时肩膀是好 肩膀好可是腰 腰是冲冲这样也是不好看 对这种要定做 外国人也大部分他们去定 比如讲今天下午定明天就可以拿到 那有一些以前的话也是我们 昨天中途休息站尿尿那里啊 那里要得定啊 比方讲第一天来的话得定 然后后天回来就可以拿到 所以在越南这边的话 这种叫凹带女士的传统服装 来接着开始上树高高 高速公路 等一下前面也有有人站在路边等公车 现在要接住龙湾啦 对现在是去路龙湾 没有说